那个接下来的话 我们504部分 次方计算 那意思是说输入两个词 a跟b的词 他要的结果怎么样 比如说14的三次方 请你帮我把结果算出来 14的三次方 那其实我们好像做过很多 也就是什么 输入14到a 输入3到b 然后就把a乘乘b就好了 有没有 我们好像那个bmi里面就有 2次方 那个升高的平方乘乘2 那这边的话是14的三次方 那你其实就乘乘 要不然的话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mass点泡 也可以啦 如果我觉得 已经可以用 没事干嘛 只要再import一个mass 反而我觉得有点多余 除非说他没别的取代 不然的话你干脆用这个方法 其实另外的话 那个什么平方根 有没有开根号 其实你也可以乘乘0.5 乘乘0.5也是开根号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 用implemass的话 你就乘乘0.5 也是等于是平方根的道理 OK 所以当然方法很多啦 结果我想一样 然后应该也都可以通过 乘乘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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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乱乘啦 OK 如果这个就不行了 你就不能乱 你就还是要去把那个平方 跟那个function拿过来用 OK 这个 不然你可以试试看啦 但有些方法 能不能做 有时候我也不太确定 就像说 你们试出来的方法 我不见得知道 OK 但是方法要对的啦 我染过来 就像说那个夜路也不要乱走 对 是不是 所以如果夜路乱走 可能就不OK了 你就乱试啦 OK 就对的东西你就乱一下 好 我给各位的方法就是比较安全的 应该没有问题 反正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乘乘 那这样当然执行一下 乘乘 然后比如说14的 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 就是什么 14的三次方 是不是这个结果 如果是的话 2744 那比较OK 但是一样啦 这一题就是跟刚刚逻辑一样 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它的那个function 必须在前面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df 然后空一格 它会需要给一个 如果这边有要加一个 而且它A跟B 那我们就照它的 把它这个名称给它 空一格之后的话 这个名称 然后里面就要 就是传两个参数给我 A跟B 然后Enter一下 那我最后在这边Return一下 Return什么呢 Return它这个A 乘乘B的结果 OK 那这样的话呢 把它传到这边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这个再拿过来到这边 意思就是说我把A跟B 丢过来之后 传给它 当然这个地方 我不确定如果用XY会不会错啦 反正你们试试看 因为如果它上面有写A跟B 那考试的话 因为它有规定的话 那你就照它规定 如果没有反正你爱取什么名称 就取什么名称 然后Return过来 把XX的结果丢回来 给我到这边 那就OK 试一下 等于是多这两行 OK 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然后 在考试我考到这个 我想应该写 我写这个应该不用一分钟 两分钟大概就搞定了 不过前提是你要够熟 你要坐在考场就发呆 OK 而且好像可能前一天 压力太大没睡好 整个脑袋都空白 那就麻烦了 明明很简单的事情变困难了 OK 14Enter 3Enter 27是没问题 所以其实好 这怎么 就是说熟练 然后你要跟它产生一定的默契 然后能够很快的把这东西写出来 我想应该不困 甚至我有的时候会写程式 我反而觉得比用ESale还简单 你看 因为ESale的步骤哇好多哦 而且如果你们有去考ESale的专业级的话 哇 你们都考专业级耶 五类耶 OK哇 实用级而已吧 专业级要考五类哦 而且还要选择题哦 没有 专业级好像是 实用级还有五类 有选择题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ESale ESale 专业级是九类啊 数据五类 五类 五类是实用级啊 然后还有还有学科 没有学科那就是进阶级 对进阶级 已经很厉害了 我是考专业级哦 OK 所以我会发现 你会发现哇 五十分钟不够做耶 是五十分钟还是六十分钟忘记 六十分钟吧 一个小时 对一个小时 哇那个好多步骤做不完 可是这个不会 这个两下就写完了 我觉得反而考这个 反而啦 会的话反而比较简单 因为ESale记好多东西 而且有时候记完之后 下一次又一个忘光的 对啊这个可能没记那么多 我这都理解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502跟504好像满像 一个是算乘积一个算次方 那再来的话后面如果有做完的话 你可以再看一下一元二次方乘式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不是要你真的去了解数学啦 只是说你要把一元二次方乘式 跟那个公式带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把那个公式带进来 他这边也有一个公式给我们 我们就照这个公式 但是他好像没有给那个 另外有一个那个 一二二次方乘式的那个公式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504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哦 先试着做做看哦